场面一 不浅 你的优越感来自于无知 你比是吃牛排较六分数的 你到农村去 你连韭菜和小麦都分不清 人家该嘲笑你吗 你比是没做过飞机的 那我能不能比是你没做过拖拉机啊 你吃个折耳根很高兴啊好新鲜 你知不知道在我们农村 我们都拿那个喂猪 所谓的高级 不过是你的偏见 吃过西餐喝过洋酒不叫高级 见过风景仍然保持暴容谦虚 这叫高级 农村就是穷啊 穷 2块钱的药能卖到58 我能理解 因为能治病能救人嘛 3块钱成本的烟能卖到30 这我也能理解 因为物价在上涨嘛 农民重得了 成本8毛5 只能卖到8毛6 10年前小麦一块钱一斤 10年后小麦还是一块钱一斤 农民的进行劳动养活了 种子场化肥场酿酒场 也养活了你 没毒他们养活不了自己 你嫌那么穷 我 你住的房子 你穿的衣服 你吃的每一口粮食 每一份米 都是农民和农民中心情劳动换回来的 他们承担了不体面的工作 才有了你的体面 看来你是吃的太饱了 撑的 在这儿敲不起农村人 我没有 我平时也挺尊重别人的 你是自我自上人人平等 自我自下借记分别 你尊重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是穷人 网上倒三辈 谁不是农村的呀 自以为跟几个有钱人吃过几次饭 相过几次心 自己也是那个阶层的了 你工资多少 三千五 你是投擦鸡毛 装疯狂啊 我装 我这手机一万三呢 够不够急 不是贵就一定好 娶你可能很贵 但你不一定好 你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你每天吃的菜 都是农民的粪 浇灌出来的 加油 成年 就让这带风吹 一直吹 场面二 王文旭 你给我站住 你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是我过分还是你家过分 今天我们家研究订婚的事 你把我撇下了 一家老小全在那 你什么意思啊你 家那是研究订婚吗 你们家那是一分一毫 查我还有多少家点 看看我还能偷出多少钱吧 你会说话吗 我们家无非就是问问 车责的房子的事情 这些你就觉得过分了 过不过分 你自己心里没有人逼数吗 为什么结婚两个人 一定要车房都要男方出 最后还在接你们女方了没有 你说这话 你不觉得你挺可笑的吗 你是一个男的 你要养家的 你去媳妇买个房不正常吗 你买个车 上班和贴不家用过分吗 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 你都没有办法满足 你凭什么结婚 我凭什么和你结婚啊 好好好 买房子 首付三十多万我家来出 装修十多万你家出 凭什么呀 哎呗文旭 不是我爸妈 你让我说完 车再要我家码也可以 给你的三十多万彩礼金 全部用来买车 一分不给 哎呗文旭你挺有意思呀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 我啥人 你是啥人 哎呀亏得你家还是本地的 连这点钱你都拿不出来 你凭什么结婚啊 咱家还没嫌弃 你家只剩个老妈子呢 我剩我妈怎么了啊 房子三十多万 是我妈 他妈活了半辈子挣的钱 买车 是我妈养老金 现在你还要三书来彩礼 你就要她的命 我还是那句话 这些都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结婚的必须品 不然你凭什么跟我结婚啊 凭什么 房子买了你不住吗 买完房子装修钱 你家也不住 还要写你的名 车我买行 还要写你的名 我家啥都给你的 你家给我啥呢 结婚本应该是两个家庭 共同营造 共同维持一个新的家庭 而不是一个家庭 对另一个家庭的扶贫 不是什么叫扶贫啊 你会不会说话呀 你要是不想结 没人逼你结 你可以不结 让我妈一个人去静老院 给她做思想工作 你还有良心吗 我就剩这一个妈了 我这不是为她好吗 我们工作忙没时间陪她 那静老院都是老头多好呀 闭嘴吧你 车房彩礼都是我妈出的 这些你都想要 反正你还不养她 你是这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王维旭今天把话给你说清楚 我妈辛辛苦苦攒下了这些钱 绝不会给你这种 没有孝心的女人 花一分 花一号 王维旭 你好你是来相亲的吗 你好你是王阿姨介绍官 对是我 刚给你买了身上吃还热 不好意思 我不吃路边摊 不是 我看你长得还不错 怎么还要相亲 别提了 早知道现在找对象这么难 我就该让我爸给我订的吧 阿姨 还挺幽露 这车是你的吗 这不是 当个背景 那我比较赶时间 我跟你说一下我要求 第一 我做永远都是对的 第二 如果我做错的话 那请参考上一条 第三 如果你做错的话 不用跟我道歉 直接送礼物就好 第四 你看我自己也给我自己花这么多钱 你要是想和我在一起的话 每个月给我打十万 对 你工夫多少 五千 五千 我每个月两个话 你现在在这儿跟我下 美女啊 你刚刚说一个月十万 那一年不算奖金的话 就是一百二十万 一年有七千六百九十八个小时 五十二万七千八百分钟 那划算下来的话 每一分钟就是两块三毛八里 咱俩好像在这儿 一共待了没有一分钟 那我就给你取个找 两块四 这里有二十 剩下十七块九 您打车回去 你这个人会不会讲话 您套路深圈资广 会撩人 但是 我 这 比您干净 还有美女啊 我刚刚忘告诉你了 我是一天五千 下次 不要以貌取人 这道很好吃 遥远白天笑脸 一人敷衍叙事 只为在 场面四 赵人你还钱 你欠我钱还有一心事上班 今天要不还我钱的话 今天这事没完 你死掉我心吧 你来这儿弄什么弄 王雨晴 你要干什么呀 贱债还钱 天经历硬懂不懂啊 我什么时候欠钱了 你的钱是我的 住的房子是我的 让你开的车都是我的 我们都分手一年多了 你不要在屋里起到行吗 你给我滚能吗 分手怎么 那赵人就算清楚呢 我该给你都给你的 你还要我怎样啊 那几个破烂车是几个钱呢 I love包包 十几万车 你管它叫破烂 那你不要还我呀 你别动了车 那有的没的 我不也送过你东西吗 我过生日的时候 给我个略知香水 咱俩一周年的时候 你送我两个碰土掌子 我共一万块钱吧 我能买给你就不错了 那送上礼物 不就让我来回的吗 再说了 有好东西你还没想过我呀 那房子是我买的 装修钱是我掏的 你现在见人就说 那房子是你自己的 你是怎么想的呀 本来就是呀 房本上没写我的名字 代表不是我的家 那都是大街有什么区别呀 那你去大街 我辛苦挣钱给你花着 房子给你住着 车给你开着 我就不明白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 你搞搞清楚 是你要和我结婚 那钱就必须给我花 你房子就要给我住 你车就要给我开 要不然我怎么够回名书 我嫁了个好老公呀 现在可倒好 钱房子的车 你都要拿走 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还要不要脸呢 那钱房子车 一样跟你回吗 我不管 反正今天你必须 给我属于我的那一份 要么给我一套房子 要么现在给我拿八十万 我天我不要脸的 没见我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你上辈子是强盗吧 不是你是谁呀 这是我们家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个表演的东西 你给我注意点 那行 我看你也不能够回好了 房子和车我都不要 所以好久好赞吧 我还没说完呢 跟我昨天吧 一百万 我跟你说一百万不过分吗 你逗我呢 你不给是吧 我告诉你 你就别会儿不客气 你爱上哪闹上哪闹去 我给你车主意 出门左转 派出所跟顶拔谱 那些难忘记 在世纪 场面舞 哎 哈喽 哎你好 我是 我是那个王阿姨 介绍过来的相亲的 看着也没王阿姨 说的那么有钱啊 这玩意还能看出来了呀 你大晚上戴个墨镜 你能看得见吗 满身废话就算了 还戴个卡通表 卡通表 这王阿姨 真不考不上了 上了下一位吧 哎不是 没女 干嘛呀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配得上您的气质呢 我呢 要求也不是很高 每个月呢 十万您花钱吧 结婚的话呢 房子 三百佩网上就可以了 还有吗 还要说吗 接着说啊 接了慌德国买一台一百万以上的代步车 这不过分吧 嗯 没 还有 要把我爸妈结完庆祝 还得给他们买套房子 说完了 那说完我就先走了 哎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这么半天你就这么走了 那不然呢 我留下来完成你的春秋大梦吗 我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 你觉得我配不上这些吗 配不上 哎 您看啊 三百平的房子还要市中心 我给您算六万块钱一平吧 这就得一千八百万 每个月还有十万零花钱 哦 还有辆代步车是吧 这就得两千万 怎么着你的这张脸值两千万啊 对 难不成你想靠美貌跨越街寸 改变命运时间才是自由啊 人啊 务实一点 咱们是相亲谈恋爱 结婚过日子 又不是谈生意 还非得货币三家 你记着 那些越有钱的人 他越精明 别总是把这些物质条件挂在嘴边 套路的最高境界 就是以尘相待 没有套路 懂吗 缺着点 让开 这是你的车啊 嗯 对啊 怎么了 你看你都开法拉利了 完成我这些条 应该很容易吧 嗯 还行 挺轻松的 那个 我觉得吧 嗯 你刚刚说的挺对的 硬质条件并不重要 要不咱俩在一起吧 哦 也行啊 但是这样 你介不介意一会儿 陪我去还个车呀 这是你租的 嗯 神经 我想说 不懂你是怎样做掉如此的梦 场面六 那我钱都让我爸当位选 你要是要捞练往哪放啊 你不还我钱 不知道你爸要找谁要啊 那钱不是孙健阳借的吗 孙健阳是哪儿子不 这是你弟不 你们家跟我爽不赖来的是不是 再说了 当初 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自把我钱借给你弟 我现在要我来 不应该理所应当吗 那你再等几天不行吗 我爸都快被你逼入病了 你知道吗 我等行啊 我爸的病可等不了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只有这儿是吧 为了这儿是吧 把我家逼七十四三就愿意了是吧 行 这儿是六万 我一分不差 全还给你行吗 行啊 钱呢 哪儿呢 我都这样了 还垫点钱是吧 行 我爸把房本拿来了 你拿去卖了吧 那 你住哪儿啊 住哪儿 住大街呗 不用你管这儿 我先拿低压力就行 行 不是这行你真要吧 我爹都睡大街了 你还是人吗 这钱我拿了你爹住大街 这钱我不拿我爹就给你死 不行 我不能让我爹没有地方住 那你离婚吧 钱的事拜托律师跟你说了 说什么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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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你 我认识你吗 这有朋友 在暖僚上认识的 我看不只是朋友吧 啊 小狐狸惊 我不管你俩在哪儿认识的 敢欺负到我头上是吧 你扪心自问 你真的喜欢他吗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就不会任由你弟弟胡来 就为范儿 他爸病重不管 你们家家和杀人有什么区别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知道吗 要65万 密码你生日 我这几年攒了 你先拿去给你爸爸治病 你愿在一起 我回家我给你拿起 你起开 钱你必须得还 但是回家就免了 以后也不用了 咱俩回不去了 所以无意要和言 夜宫虽然没分开 只因为成了喜欢 却还心软的维护 场面期 所有人介绍的是吧 拜拜 啥意思啊 相亲的吧 对 相亲的 不是 啥意思啊 我拿个5000块钱电话出来 就给我介绍这样的呀 不能再聊会儿吗 妈 你可拉倒吧 你看你长得一样 我身体上都排气了 啥意思啊 我瞅你就烦了 你赶紧走 捞会儿吧 来都来一捞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啥身份呢 你啥身份呢 我大专逼 长相顶 说什么 配不上 配不上 等我 这车是你的吗 这不是我的 我合计你也开不了 这是我的 你等会儿那帅哥 我看 我看你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看你能打我了的 没有 你别说你这么近看一瞅 特别帅 然后我就感觉 突然之间莫名的小路乱撞 刚才你本来说生理上都排斥的吗 哥你快别说了 走走你请我吃个饭 请吃饭 咱就吃这个呀 这就是随便吃一口呗 晚上我再吃好 行吗 咱咱点两个菜吧 我一会儿还有俩朋友过来吃呢 行吗 我吃饭了 你妈 走 半天了 快快快吃快吃 请往自己大快 还有你妈 你吃饭了吃 虽然太难吃了 这怎么吃饭了 肉呢 啊 这 不行了 别吃了 太吃盐了 太咸老了 热香筋的 哎呀 咸的又不然来吃酒吧 居然来天来收服呀 你是干啥呢 那这么的吧 就是拿AA的 我刚才我就吃了个面积 然后那个 我就马上拍一会儿 哎不是 你送我谁买的啊 哎 哎 我来个电话 哈哈 哎 就吃 就看看 看着你 是什么 炒面吧 你早前跟我去领证给干净的 你要干嘛呀 什么干嘛呀 现在立刻马上过去登记 你听不懂吗 李世勤啊 你今天抽个什么分啊 什么抽什么分啊 别磨着 混合本都带了 现在过去登记 放开我 我不走 什么意思啊 咱俩已经分手了 你能不能别闹了 行什么 你说分手就分手 不同意 咱俩已经分开三个月了 你还来找我干嘛呀 那这样 我妈说的事 慢慢把彩礼我不要了 房子贷款就行 不用全款 这样都行了吧 这样房子也不用买新的了 咱们就给那个老房子住 这样行了吧 哎 你能觉得我家 拿不住彩礼和这条房吗 既然你能拿出来 为什么要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 拜着我去见你拆拆摇 她那天是来找过我 怕你生气 我没告诉你 但是我拒绝她了 小弟啊 家姐的现在又想挽回家 想跟她处于好 不是我们嫌弃你 家姐的现在又 确实样样都比你强 我们做老人啊 只能希望家家不能更好 家家现在跟她走得很近 两个人呢 也经常出一失了 所以你懂叔叔的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你手艺的拒绝 真把我当傻子 那都是我爸妈的意思 我自己还是爱你的 那你有没有动摇过 所以啊 就这样了 说吧 前前放上 我看她一招 哈喽 你好 你是 你好 我是那个王阿姨 介绍过来相亲吧 哦 是你啊 哦 你看什么呢 你看着也没有王阿姨说的 没有参胖 美女啊 你真是获眼识珠啊 这篇幅插出 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然呢 你穿个大短裤大拖鞋的 你觉得你和我站在一起搭吗 算了算了 下一位 哎 不是美女啊 干嘛呀 我想问一下 你平常都是以貌取人的吗 那照你穿的 什么样的人 我呢 要求也不是很高吧 每个月十万零花钱 结婚的话 房子三百平往上就可以了 哦 还有吗 还要说吗 继续啊 继续说啊 还得给我买一辆一百万以上的代步车 还有吗 后后呢 得把我爸妈接过来住 也得给他们买一套房子 说完了吗 嗯 哦 那说完我就走了 哎 我说你这人什么意思啊 我在这说半天你就这么走了啊 不然呢 我陪你在这做梦吗 怎么着 我长这么漂亮 你许我配不上这些吗 美女啊 你是不是来相亲的吧 你这分情是来教育的呀 你说你年纪轻轻 像猫旁旁的 就想着美貌来跨越阶层 改变美女 实现才是自由啊 人啊 务实一点 别老想着一步登天 驾入豪门 那些越有钱的人 他就越精明 开了把那些物质条件挂在嘴边 套路的最高境界 就是以沉相待 没有套路 懂吗 让开 哎 是你车啊 对啊 怎么了 让开 你你都开法拉利了 满足我那些条件 应该挺轻松的吧 嗯 还可以吧 嗯 实实吧 我觉得你说的对 物质条件不重要 要不咱们出出看 你觉得你配吗 不就才破法拉利吗 你装什么啊 没你啊 这个叫拉法 什么法 厂面时 张药你要给我干什么 你平时给我妈水脸呢 当我已经买完了 你跟你妈自己吃吧 我妈难得来一次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过分 你跟你妈还要不要点脸啊 正常是不是应该 先问我父母身体咋呀 工作干什么 你妈一上来问我什么 房多钱 车多钱 以后得给你花多钱 彩礼多少钱 你妈这是在跟我谈生意的吗 小子 我说的不对吗 我心里苦苦把女儿养这么大 我是不是得为她未来着想啊 我其实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只要从嘴里说出来 就算放屁一样简单 你怎么不让你回去试试看呢 你怎么说话呢呢 为了迎接你第一天来 我提前把家庭好 陪你多玩几天 你一上来就跟我先谈生意一样啊 车房宅限部署 海里你要一百万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一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啊 我闺蜜结婚 你也不是没看见 人家男朋友又送车又送房 你再看看你 你闺蜜什么条件 人家博士比喻 而且陪男朋友兼武冲业这么多年 两个人同甘苦共婚啊 你再看看你 你这些年 你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现在就开始嫌弃我姑娘了 是吗 阿姨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嫌她没用 她这些年在家里待着 什么也不干 都是我在养她吧 你点钱你还不乐意了 我姑娘那样享受生活 再说了 我姑娘这么漂亮 这一步的人有的是 你算个什么东西 那你让她去找 漂亮有什么用 去改变阶级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配吗 阿姨 你还知道廉耻吗 咱开门做生意得讲到质量吧 你看看你和你女儿 就像那辣喊胖脑片的 不咬人的贱人呐 谁呀你呀 别误会再 就是我们和朋友关系 照样 你之前就是为了她 就觉得我什么 你们 你们什么你们 你们就去掉你们的金龟婿吧 老子不撤了